小禎啊 我前一陣子 有比現在討論度那麼高的 這位還渣嗎 不好說 不同渣法 我碰到這個人 他其實對女生非常溫柔體貼 而且照顧得無為不至這樣子 一天不止一個女生 而且好幾個 他都往女生家裡這樣子跑 從你的言論可以聽得出來 你心生羨慕 我羨慕 但是他說他好煩耶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問他 你怎麼好 每天都往女生家裡跑 你還煩 得了便宜 賣賣 他說那些女孩子 都叫他去幫他修理馬桶 電腦壞了 或是什麼之類的 都叫他去幫他修 所以這是一個 悲傷工具人的故事ですね 阿納工具人 到底是隱性渣男太狠了 傷人於無形之中 還是我們自己 刺人不輕 好可憐喔 這樣子喔 我們歡迎一眼就試破渣男的 驗渣團 對啊 首先就是要來講一下了 為什麼叫做啃甘蔗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都知道 甘蔗的特性吧 超甜嘛 好甜啊 對不對 你咬 咬 咬完之後 這是什麼 什麼叫做啃甘蔗 你知道嗎 所以就代表說男生呢 一開始就甜言蜜語對不對 啃完了之後就變 所以就是標標準準的 對 今天就是要幫助大家 揪出這個隱性的 甘蔗渣男 所以今天 你會非常不自在 這有話題 對 游律師 我們兩個比較點的 真的 不能比較點的 但我那天碰到一個女生 她說她最怕是碰到那種 檳榔渣 怎樣 檳榔渣你咬完那個渣 還會吐血 真的耶 對 一開始要問問大家 你們覺得女人感情不順 都是因為 渣男的套路太深嗎 請舉牌 這個也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其實渣男套路千篇一律 千篇一律 對 而且很多時候是女人 不曉得 時機不對要散人 你前夫其實蠻會套路的 套慘了 套路這兩個是為她發明的 真的喔 對啊 我一次碰到她 然後就還聊到說 我在網路上看到 一個身高兩百六十幾 可以站著灌籃 底下網友就說 畜生 站著灌籃這樣 然後就跟她聊到這個話題 她說 我說妳上網去Google一下 她說不行 她老公真的很會哄女孩子 哄女孩子 他前夫很會哄女孩子 以前只要遇到我 是 今天 她怎麼哄我 你知道嗎 妳平良這個妳也不會 她怎麼哄我你知道 她說 修惠姐你知道嗎 最近整是我的聲音很好啊 每個人去都跟我說什麼話 你知道嗎 我說 她都跟妳說什麼 她說 麻煩妳幫我整形跟雅秀 跟妳講 對啊 套路 真的 這種話妳可以記那麼久 因為我很開心 套路 有時候這個隱姓渣男 跟暖男真的是一線之隔 所以女生的這個聽聲點 要設好也很重要 要看清 對 是 渣男的一貫套路是什麼東西 要問希傑 不是問妳就好了 不用問 不是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趨勢民調大數據合作 搜集網路討論聲量與關鍵字 帶您掌握最新趨勢 由情報戰客派員希傑 為眾多網友發聲 說出你們的心底話喔 相信最近呢 大家都聽到很多少女心碎的聲音 因為呢 這個很多偶像的形象呢 就是已經破滅了 那其實網友呢 我都碎了 你都碎了是不是 好 那其實也有滿多網友很厲害 他們找到了一個渣男公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最近這些形象破滅的男藝人 他們的名字 發音有共同點 怎樣 就是二聲 四聲跟二聲 那我們不方便說出來 我們就用喉音表示 譬如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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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呀 感覺一樣 還有 嗯 嗯 嗯 OK 這樣大家懂嗎 第一名在我們旁邊啊 羅大牛的鼓勵 好厲害 好厲害 大家就覺得說 現在這個身孕學真的是很厲害 然後也在預測說 到底下一位男星是誰 會不會就是 好啦 那另外呢 我們也透過這個趨勢民調大數據 來看一下 提到渣男會有什麼關鍵字呢 譬如說這個 說謊經 控制狂 自私自利等等 但是其實最可怕就是那種外表 看起來天真無邪 形象非常的優質 一個大 就是好大男孩那種外表 但是他們最可怕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囉 那個發生還有很多也是啊 那個 梁鶴也是 梁鶴也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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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鶴姐 你這個想說 孔當江湖多年 你也是會被甘蔗難控制 正常有在說出話 說人如果沒有一次說 路邊哪有優應說 對 人一定會上一次當 你才會學一次乖 上一次當 你會不會成熟一點啊 不是啊 有一些經典的 經典的好歌 要讓大家回味一下 所以他已經講完了 有必要再唱一遍嗎 有一些好歌不錯嘛 這首歌還滿好聽的 你看喔 像他就會是 是有個slogan 他就會是說 我們不是 我們兩個不是一體的嘛 他如果說這句話 我如果沒有跟他相聽 好像這樣 他也不給面子 就不夠跟他大心的感覺嘛 這一個人 我以前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他是百般 我告訴你 譬如說我們去爬山 那時候說 腳好痠喔 他會說 來 起來 我背你 哇 他把你當阿雞啦 喂 我的腳又沒有Q去 Q 然後呢 就背 我就想說 走很遠的 不用 你把我綁起來 你也會痠啊 你腳也會痠 他就說 他就會 我願意背你 背一世人 漂亮 我穿衣服 他說你這樣穿衣服不好看 他就是 有時候會出去 就會幫你買衣服 或者是帶你到那個服飾店 他都幫你揭穿好 這首配一個... 好 來 買單 就這樣 這很貼心 會覺得說 我這輩子可以交到送他朋友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他的人很愛面子 那有一次呢 他就去跟他朋友 一起溝通要買一塊塊 他又買了比開的價錢更低 譬如說 那塊比說三千萬 結果他兩千五百萬 他就給他掛清 很好啊 很好啊 對 但他有一個大哥 那個大哥真的是 是在當地就是化水的堅當 三百萬塊的老大 那個老大也很痛我 他就跟他說 他說這塊鐵石堆不可以買 老大有跟他這樣說 有跟他說 很方針 你不要買 不買之後呢 他就偷偷想說 哪有可能 最五百萬要買 準賺的 我還要買我 過了七五百萬 然後他就下了定金 定金下了三百萬 好 這聲定金下下去之後 他另外一個古董的 再去找一個代書 去查那塊塊 結果真的不會去 不會去 問題是 但是為什麼不買之前 就找代書去查一下 所以你說他有豹嗎 對啊 就是豹啊 但這時候他就說 去找那個鐵石說 我剛才剛才買這塊鐵 你沒有跟他說 不能去 他說 我不知道你給我買鐵要做什麼 怎麼會這樣 對啊 他錢沒有要拿錢 不還他 不還他 一定就是要用 另外一種方式處理 對 他就跟我說 你說 你去那個大哥 叫大哥出面給我解決一下 人家當初就已經跟你講 不要弄 他說他就叫你不要買 他說 他說 我們兩個不是國客嗎 我如果沒好過 你也沒好過 每天看我這樣 有像康民 你日子還會下去 情緒勒索 情緒勒索 我就半夜我就 想說買個水果 然後就居然那個大哥 他現在按電鈴 那大哥在打牌 他說 你怎麼會來 我說 哥哥我好 我有一個事想要跟你參加一下 他說這樣 好 你等我一下 就等他在連送 叫小孩去醫 他就來 他說怎麼樣 我說很抱歉 因為 那媽咪人 買那塊塊之後 職金給人 叫那塊塊不去 那個職金不去 這樣是不是很惡事 他說 當初叫你不要買這塊塊 對啊 為什麼不去聽外話 我說 他就叫他開氣了 傻傻 就覺得這一定會貪 為什麼不去貪 所以也對大哥就抱歉 大哥拜託 你到家三天 不要每天吃不去 睡不去 我在旁邊也很痛苦 我知道對你實在很不舒服 但是拜託你真的 你這次一定要叫 沒有我怕他會想不開 我就說 好了好了 明天再處理 處理了 到現在我沒有跟這個女兒 我告訴你 這個大哥 半小的事情 親要哪 親要哪輸 我一定都會出門 所以你到現在還在還 還在還 這種最討厭的是 我們都是一體的 然後就是這種情緒勒索 我不開心你會開心嗎 會啊 我滿開心的 原來你那麼年輕 你也有比過渣男 以愛為名這樣說 就是外面的男生很可怕 真的 我是怕你遇到壞人 他就是不讓我出門 而且他控制慾超可怕的 每天都要報備說 我在幹嘛或什麼的 出門也一定要講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過年的時候 他打給我 然後我沒接到 然後我們家 全家人的手機都會想 然後打來 就會很生氣說什麼 你在幹嘛 為什麼不接電話 然後我就已經拍視 跟我家人了 但是他還是不相信 他是那種就是 一定要我說 他就說現在比個1這樣 自拍一下 然後他也怕我是 前一天拍的 他又要再比個5 然後又要視訊 有沒有疑心病那麼重 對 而且他是我睡覺 然後到凌晨 他會突然打過來 一直打一打一打 我想說什麼 突然八十通未接來電 結果他就說什麼 聽說我朋友說 剛才在夜市看到你 你是不是偷跑去逛夜市 然後我就會 一直跟他說沒有 但他就是那種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點怪怪的 那時候我就快受不了了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 然後我媽就說 沒關係 他一定是因為很愛你 所以才這樣管 你這個媽媽也很天 對 一點危機意識都沒有 對啊 我媽就說什麼 他也很想被管 他很羨慕我 對 所以最後是媽媽跟他在一起 是不是 不是 然後那女孩子就是這樣子 如果是遇到那個男朋友 會打他的有沒有 對 常常他因為打完之後 他又哄他嘛 甜甜蜜 他就覺得很甜蜜 如果一個月沒打他 他會覺得男朋友不愛他 因為很久沒打他 怪怪啊 對 對 我媽就是這樣說 那是被捏帶狂嘛 對啊 快受不了 因為他每天就是精神這樣子崩潰 而且他不讓我出門 完全不出門 感覺是連過 就是出去買個東西都 什麼事都沒有 什麼事都沒有 哈哈